就因為正正有這個特性 而令到我可以在這個困難的時間 我的生意對上一年是不跌反升 其實我是柴灣分校的一個投資者 為什麼我會在開業兩年多之後 決定開第二間呢 我在2018年開柴灣的分校 其實都做了兩年很多 在去年2020年的11月 自己有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對於音樂教育這個行業 前景和發展都是正面和樂觀的 所以就在去年有一個決定 會開第二間的分店 接下來三月份我們都會開第二間 為什麼可以開業一年多的時間 已經將店舖的生意達到一個飽和水平呢 那我怎樣做到呢 其實都是我自己的作風和性格 都是親力身為 還有去到自己投入去做 去到了解 客人的需要 去到貼心這樣去到聆聽他們 那其實教育這個行業 真是一個人對人的行業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用心去到 還有那個態度 所以其實就 尤其是本身柴灣這個是一個小社區 所以就更加要去到貼心去到 照顧回街坊 學生和客人的需要 那麼短時間做到這個成績呢 那Partland這方面 整個團隊給到什麼支援我呢 其實都有幾方面的 那他們首先他們的品牌形象都很好 那他們建立得來都令到 普遍的香港市民都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好的品牌 那在不同的雜誌和媒體上面 他們的宣傳都做得很好 那所以在市場的推廣上面 都有一個相當很好的一個支援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他們資源管理上面 譬如在人手的一些支援 其實它都令到我們一個很好的便利 當有一些招聘的員工 或者是一些存職或者兼職的時候 他們都是有一個很好的支援 與此同時呢 其實在他的導師團隊 其實都是很豐富的 包括可能是不同的樂器 在不同的範疇樂器上面的導師 他們都是很豐富的 那他們的資質 或者他們的資歷 都是一個很好的標準 幾方面的支持 就令到我去到 經營這個店舖的生意的時候 都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在2019年和20年 很多行業都經歷一個很困難的時間 我都很想講一講 其實Partland這個音樂教育行業 有什麼優勢 令我可以避過這個難關呢 其實在疫情爆發來到這一刻 一二三四波 其實都是很多行業 譬如飲食 或者一些很前線的行業 都經歷一些很困難的時間 其實音樂教育行業 這個行業上面 其實是一個很獨特的優勢 它的防守性真的很強 我在經營的初期階段 能夠和客人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從而會發展一個很長遠的 互動的一個正面的關係 比起其他可能是 在這兩年疫情的期間 受到很大衝擊的影響的行業 譬如一些零售、飲食 他們其實沒有我們音樂教育行業 有一個獨特性在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 比較一時半的一些 可能是模式的生意 但是我們音樂教育行業 就因為正正有這個特性 而令到我可以在這個困難的時間 就能夠可以 反而我的生意 對上一年是不跌反升 另外一方面 其實為什麼會令到我開 第二個分店的原因 正正都是因為這樣 交民拍檔之後 我怎樣可以把我的拍檔工作 和我的家庭生活 怎樣可能取回一個平衡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教育行業的生意都很固定 其實都是一些星期一至星期日的 一些固定的工作時間 變成我能夠很有預算 來到去到 安排我自己的工作 和我的家庭生活 甚至乎我也都把我的家庭 放在工作上面 我會給我小朋友 來學打鼓 學鋼琴 其實都是一個很互動 和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變成我工作和家庭上面 都能夠雙方兼顧 我覺得這個行業 對整體上 社會或者我這個社區上面 有什麼貢獻或者意義呢 其實都很有一個深的感覺 和一個感受 當然 離學我們拍檔的一些學生 或者客人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年紀 有小到可能是說 一些幼稚園的學生 可能是K1 已經開始離學了 甚至乎去到一些比較年長的年紀 可能是七十幾歲 在我本身這兩年紀的生意裡面 最年長的一個客人 是一個七十幾八十幾歲的一個婆婆 其實這個婆婆很特別的 其實會和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先來報名 其實就是想和媽媽一起離學的 幫到這個老人家 可以可能完成他 小時候沒有學過鋼琴的一些 小小的夢想 都可以令到他們感情的關係 可以更加深厚 我相信 他們可以譬如同一個導師 和他們上課的時候 他們可以交流一下 或者可能是婆婆不認識的時候 女兒又可以指點一下他 我覺得其實這件 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可能一些年輕一點的小朋友 越早階段去接觸音樂 其實對他們的記憶力 手腳協調 甚至乎是他們的規矩規律 其他一件好的事情 我會覺得其實音樂教育行業 是對社會各個層面的一些不同的人士 都是一個很正面 和很好的一個意義